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承载着中国古代无数读书人的人生理想 有不少文人雅士爱宴 志宴 收藏宴 他们也留下了许多与宴台有关的故事 今天我就为您讲讲一方明代社宴和其主人的故事 在北京首都博物馆收藏着一方中国明代龙尾社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首都博物馆收藏着这方龙尾社宴就十分珍贵 他的主人是中国明朝的传奇人物汪道昆 非常有文采 据说他写作 吟诗 风骨俱佳 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而且呢 可以说是文武全才 他曾经做过福建暗查史 那时候呢 在福建有一座他下属的城池发生冰乱 他呢 自己一个人只身单济入城 诛杀了叛乱的头目 及时的控制了这个局势 使叛乱得到平息 除了担任朝廷官员以外 汪道昆还是一位抗窝名将 在浙江义乌担任限令的时候 他把当地民众武装起来以抵御匪道 后来随着东南沿海一带窝寇之患愈演愈烈 汪道昆就和七级光一道 在义乌招募了一支军队 奔赴福建沿海积极抗窝 取得了娇人的战绩 福建一带的窝寇逐渐被消灭 作为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 汪道昆又是如何与这方龙尾设宴 结下不解之缘的呢 公元1563年 汪道昆升任福建安查使 一天 他的朋友拿着一方龙尾设宴前来拜访 由于从小生活在设县 汪道昆对设宴很熟悉 他一看这方燕台就知道是珍贵的龙尾设宴 汪道昆对其十分喜爱 可或许是因为围观清廉而囊中羞涩 汪道昆一下子拿不出购买龙尾设宴的钱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方心爱的燕台 与自己师之之交臂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 汪道昆都对龙尾设宴念念不忘 后来他厌倦了权力斗争 辞官归隐 经常与名流雅士把酒谈诗 到了万历十一年 汪道昆与一名叫维元的人闲谈 无意中提到曾经与他擦肩而过的那方龙尾设宴 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谁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维元私下留心 不久真的寻访到了这方龙尾设宴 并把他买了下来送给汪道昆 看着这方让自己牵挂了二十年的龙尾设宴 汪道昆不胜唏嘘 当即在这方设宴的背面 刻下了名文和序言 以表达自己兴奋的心情 夫一时尔见之二十年前 得之二十年后 其间机缘不可知也 而至于这个维元是谁 目前史学界还正在研究 专家说 燕贵有名 也就是说有名文的燕最为珍贵 然而由于体积有限 燕台上所刻的名文字数一般很少 中国清代极小兰编的《月威草堂宴谱》中 所记载的单方燕台名文 字数最多的也不过一百四十多字 而这方汪道昆龙尾设宴 上面刻了大约二百个字 算得上是燕台名文中的红篇巨制 汪道昆在龙尾设宴上所刻的名文 不仅记述了自己与这方燕台的故事 还表达了自己对设宴的态度 虽然在今天 设宴已经与端燕 陶燕和成尼燕并称为 中国四大名燕 但在中国明代 绝大多数人仍然追捧端燕 相对轻视设宴 对此 王岛坤认为 设宴和端燕都很珍贵 但端燕容易被人造假 而设宴则不太容易 这是设宴胜出端燕的地方 设宴的那个产生年代是在震旦季 因为距今约有十亿年的历史 属于那个叫泥质岩板岩 它的硬度能达到摩氏四度左右 而广东初的那个端石呢 它的生成年代是在泥盆季 距今约有四亿年的历史 它的硬度相对来说比较低 它属于泥质变质宁灰岩 大概应该在摩氏三点五度左右 所以呢 如果是一些人想要把设宴作旧的话 它的难度应该比端燕要更加的困难 此外 在书写方面 汪道坤也极力推崇设宴 他评价龙美摄焰为 墨玉之诗其间 比玉之泉其锐 汪道坤认为 摄焰既利于墨又利于比 它的这种说法 与摄石本身的质地有关 经检测 摄石内含有多硅白云母 乳氯 泥石 石英 金属矿物和碳质 粒子多在千分之一 至万分之一厘米之间 这种特质 使摄石成为最好的燕材之一 专家说 用颗粒太粗的石料制燕 磨出来的墨太粗 对毛笔有损伤 而用颗粒太细的石材 做燕台 由于表面过于光滑 又难以发磨 摄石的特点 是看似平滑 却暗藏玄机 磨出来的墨汁 潮而润滑 十分适合写字和绘画 汪道坤对这帮龙尾摄焰 格外喜爱 不仅仅因为 它是一帮难得的良艳 也很可能 有借其品质 用以明智的想法 这与抗金宁奖岳飞 十分相似 岳飞曾经收藏过一方 心爱的端艳 并在他的背后 铭刻了 持尖守白 不灵不姿 八个字 意思是说 这方端艳质地坚硬 墨不薄 也染不黑 岳飞 以端艳的品质来表明自己的气节和操守 汪道坤如此喜爱这帮摄焰 也有同样道理 他曾出生入死 抗击倭寇 可谓坚定无畏 后来 他在朝中担任兵部侍郎 也从不攀附权贵 可谓一尘不染 他的这种品格与摄焰的特性不谋而合 摄焰实质优良 细密坚硬 不易磨损 焰台上如果有残没成垢 只要在水中稍稍涮洗便焕然如新 由于有以上的特点 摄焰长久以来一直为文人默刻所喜爱 人们竞相收藏摄焰精品 这其中也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多数专家认为 摄焰的历史开始于唐末 比专焰满了三百多年 五代十国时期 摄焰雕刻以李绍威最为有名 他曾经为南唐后主李玉雕刻 燕山摄焰一方 该焰其风耸立 山水相依 被李后主视为至宝 到宋朝时 这方摄焰落到书画家米芙手里 米芙在欣赏法玩了很久以后 用它换取了友人苏仲公的一片宅地 如今五代十国以前的摄焰仅存是两方 一方为唐开成基型摄焰 另一方为超首封字焰 它们分别被收藏于安徽省博物馆和安徽社县博物馆 徐霞克是明代著名地理学家 据说他有一次游黄山时夜宿当地的一座寺庙 为了写邮寄文章 寺庙老僧为他拿来一方摄焰 这方摄焰细腻润洁 发莫如漆 令徐霞克十分赞赏 老僧见状 便把这方焰送给了他 徐霞克大喜国王 随即在这方摄焰的背面雕上 明山唯有焰作伴七个大字 后来他四方游历时 一直把这方摄焰放在身边 可惜的是 徐霞克的这方摄焰 和李厚主的那方焰山摄焰一样 最终没有保存下来 至于存世的中国明代摄焰 由非洲文化博物馆收藏的 巴西西学焰 三足禅血焰 以及首都博物馆收藏的这方 汪道坤龙尾摄焰等 作为一代名士 汪道坤不仅喜爱摄焰 还曾经亲自制作过一些摄焰 只是流传下来的很少 但是他收藏过的这方龙尾摄焰 历经沧桑保留了下来 默默地见证着汪道坤的传奇人生 也见证着中国博大精深的燕文化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lazmedim 字幕志愿者库